昨天在電視畫面看到兩大巨頭 籌隨滿志的檢閱儀仗隊 這已經是極高規格 互相在面上鐵金 而且看到兩位世界上舉足輕重的領袖 大家都好像已經是國取所需的東西 沒錯 今次普京訪華之行 確實有一次世界輕輕地卸了一個新業 中俄關係的超級穩定 事後也發表了一個聲明 特別是兩國建交75週年 一個深化新時代全滅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而特別之處 他們所說的關係 不是傳統的關係 又不是結盟的關係 其實是好彈性 可攻可守的關係 是的 我們過去都聽得多了 建立新營大國關係 新營大國關係模式包含了三個重要的重點 就是不結盟 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個性 不結盟就是中國和俄羅斯不是結為民邦 互相不對抗 互相不對抗 亦不針對第三個性 但是這樣 老總 昨天我看 他們很有成果 你想想 昨天的凌晨 四點鐘抵達北京 然後昨天在中午過後 有很頻繁的活動 簽署了好幾份協議 其中一個就是中俄聯合聲明 這個聯合聲明當中的操詞很強硬 俄羅斯單獨的 中國單獨的 沒有試過對美國用餘 用得這麼硬 雖然他們沒有針對第三個性 但是劍有所指 而中俄元首的新關閉 我相信那邊相 美國的白宮主人 包括拜登 特朗普等 這些都有力問頂白宮的政治人物 亦看到另一幅圖畫 這次普京的訪華之行 帶提他內閣主要的國員 亦是相當龐體商業的代表團 可知在政治經濟方面的結盟更甚 昨天有兩個人物 我看到在普京的左右兩邊 就是我們曾提到的兆姨股坐在他的左邊 右邊就是外長卡夫羅夫 這些整個重量級的人物 都會和北京這次和北京之行 北京之行幾方面 剛才我們看電話面見李強總理 李強總理找到很多經濟問題 亦會去哈爾濱活動 但其實這些去每一個地方 為何去那裏 都有一個意義 特別是中俄關系 75周年很多歷史的場景 去到現場 其實那都有意義在那裏 在時間上 今年是很特別的 為何 中俄兩國都是有一個標誌性的時刻 因為今年是俄羅斯擔任金磚國家的輪席主席 在今年裏面 亦是中國接任上海合作組織的輪席主席 即是說這兩個所謂牽涉到發展中國家的兩大 大世界兩大組織都掌控在中俄之手 所以這次普京訪華之行 其實有很多東西 未來有一些新的發展 加上最近我們先說過 用一個文人做經濟學家 做國防部長 其實那重要意義 就將整個軍事國防經濟 和整個國家的生產經濟 兩者合而為一 這些只有俄羅斯這樣做 其實中國同樣都有這樣的思維 在其他國家來說 是兩樣東西 國家發展經濟 你叫做國防力量一回事 但是中俄兩國都兩樣東西 其實有一個很深的結合 這個觀察和新的內閣 由經濟學家做國防部長 是不是真的配合俄羅斯 要走出去的經濟被人坑著的 因為受到美國和西方社會的制裁 所以環球時報的社評就說 你看俄羅斯對外經濟合作的重心 是向東轉 中國已經和中俄之間的貿易 連續13年 都成為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 而俄羅斯在中國來說 都是第四大的貿易夥伴 當然國際上也留心到 今次中俄元首見面 會受俄羅斯戰爭有什麼新的發言 但如果從最新的戰況來講 俄羅斯現在真的佔了上風 烏軍的士氣和各方面沒有了當年的銳氣 而美國仍然撐著 但歐洲國家已經有些疲態 戰爭的疲勞 也令到歐洲很多國家都難以去招架 所以這方面經過這次火環之行 俄羅斯對內對外的氣勢都強 中國就氣定神閒 實際上我們再說一次 其實這次俄好戰爭 中國是受惠者 是最大的受惠者 和中俄關係的此消彼獎 這次普京很大程度仰賴中國各方面 特別是經濟上的支援 特別是貨幣的問題 你勞報不在國際自由的運用 不要緊 人民幣很強 稍後看看 這不是社評 聯合部的黑白集 短短的 真是好看一篇笑談 其實帶出了一個近來香港都很流行的現象 關於一些名嘴 為什麼大陸的國台辦 突然之間宣佈 對台灣五個名嘴實施懲戒 這些名嘴 我經常都要留心兩岸的虞情 這些名嘴在我的認知當中 我都沒有聽過 在一個稍微聽過 其實說笑 在台灣一個花盆點來打破兩個人 其中一個就是名嘴 你很容易做名嘴 你自己開過一人的台 自己在廁所門口做個台 你看明嘴的言論走勢 因為當他自己開了一個平台 即是發表言論 他越來越語不驚人 否則他不能夠困住一批聽眾 一定要有一個吸引眼球 吸引視覺 不過聯合部的社評好看 他說真是好 國台辦竟然有一個授婚儀式 就把五個自由勳章 頒了 這真是很划算 用的字眼真是划算 頒了給什麼呢 頒了給一些有名啊 沒有名的名嘴 大家便有名 可能兩天都要上去看看 他們有什麼說 令到這五個人突然紅得很緊要 其實他有一點嘩苦 有這些人眾所佳知 他們經常發一些雷人言論 什麼雷人言論 雷人是經常說話出人意表的 這些是雷聲 這些雷人只有一把聲 說了兩句 大家知道他要去玩 來灣的民眾政治水平這麼高 一看才會亂說話 純粹在中的消遣 但今次國台辦煞有其事 你不要小看他 前日公佈 20號賴清德 讓賴臣看看 你是不是捉錯用神 你是不是捉錯用神 用鎮的方法來給賴清德 他玩了這一次這麼高級的黑色 喜劇 究竟是不是隔山打敖 志在佩功 還是名有所徒 是不是這招玩得這麼高 是我們看不明白的 不過我沒有看名嘴說什麼 我看國台辦的聲明 譴責聲明 所以他們說話 有點過氣了 幾年前的東西 沒有一件事是認認真真成立的 不是真是鼓吹什麼 他經常挖苦一下內地 你知道了 挖苦內地特別海外的名嘴 這就是票房的救命草 不過很多人每天都看很多名嘴 發表的言論 令到自己聽得來舒服 或者表示認同 不知道國台辦針對台灣名嘴 港澳辦會不會針對名嘴 暫時還未見到很明顯 不過香港的名嘴 有些被通緝 是香港警務處的國安處 袁先生就是其中 袁先生是自由勳章 袁先生自從被通緝之後 就更加紅了 這真的很特別 不過有一件事 這篇黑白站其實就是有些嘩苦 有些諷刺 他標題是懲戒名嘴黑色起的 但最後一段 這要留意 他名嘴在台灣的異象 娛樂灌水成份高 不必太認真當一回事 但當大陸突然跨海踩過 干涉言論空間的紅線 反而更加難以跨越兩岸的心靈差距 你這樣怎樣 令台灣民眾更加害怕你 更加防範你 反正就是黑白閘寫了一大篇 好像突然無厘頭 說一些是是非非的事 其實不是 這真的牽涉到言論自由的問題 在台灣來說是很重要的 他說 跨海懲戒名嘴的作法令人質疑 如果兩岸有招統一了 不僅僅名嘴沒有說話的自由 恐怕還有更多的禁區 這就是點滅了台灣人的憂慮 可能他們也看到香港人現在存在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突然間選一篇這樣的東西出來 挺有趣的 亦反思近期圍繞著香港人的一些事 但是當時的名嘴之間很多言論都值得大家反思 當然在當前台灣的處境當中 你看見不同陣營 對北京政府有不同的看法 藍營都比較親和一些 很明顯 作為聯合部黑白集 這篇其實都點了國台辦的問題在哪裡 這個這麼重要 其實他就沒有點了名 一個這麼重要 國台辦處理事情 出現好像搞一個黑色喜劇一樣 他沒有點了 你是不知所謂 你是捉錯用神 你只會令到台灣民眾 那個心是走得更遠 這就不應該是國台辦應該做的事 你要高一點水平的處理 甚至你砌賴清德 你砌台獨 會有太多的方法 這個是言出中央的 因為國台辦和港澳辦一樣 都是中央植核的 這個真的又怎麼做 你隔海怎樣 你不要了解台灣的情況 你負責國台辦 你不要了解台灣的民情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